中委員定宇 謝謝院長 各位44條46條的修正 讓代議政治更透明 更對人民負責 以後地方議長主席的選舉 我們不會再看到集體出遊 我們不會再看到臨時失蹤 我們不會再看到量票自侵 我們不用再看到從床底下 從保險箱裡面挖錢出來自首 我們不用再看到派系控制 我們只能看到一件事情 政黨提名的議長副議長 政黨提名的主席副主席 品質要向人民負責 每一位代議士 不管是議員還是代表 當你投票的那一刻 記下自己的名字 向選民負責 選民作為以後是否支持的根據 這是民主 這是進步 這是提升 所以今天這個立法 我特別要謝謝我們台南李全教事件 讓這個立法討論多年 今天可以落實 雖然李全教告了我們很多人 他的功勞我們要在這裡幫他念出來 一個負面的事件 可以形成進步立法的依據 會寫進歷史 希望將來不用再出現 將來每一個地方議會的選舉 都是清清白白 向人民負責的代議政治 謝謝每一位 贊成通過的朋友 謝謝 謝謝王委員 現在